《一千零一夜结局,他们三队最终奏到了一起,而他俩与众不同》 《一千零一夜结局,他们三队最终奏到了一起,而他俩与众不同》 由迪丽热巴,邓伦炳贤主演,陈一龙,祝许丹,张浩维,王瑞子,张俊宁主演的都市奇幻剧《一千零一夜》自从开播便被受好评,随着剧情过半,很多人也开始关心戏剧中的《三队情侣》的结局如何? 那么今天小编就来各位剧透一波,第一队,007与白海 众所周知007一直暗面着白海,可是007却不敢去和白海表白 后来因为受还的缘故,与白海在梦中相遇,也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白海 虽然二人在梦中大秀恩爱,可是现实里二人却是一对欢喜冤家 当007向白海表白的时候却发生了火灾,白海因为童年阴影陷险让007丧命 如果不是莫难的及时赶到,007兴许就交相遇损了 后来白海拒绝了007的表白 007继续在梦中治疗白海的童年阴影 随着白海的童年阴影治好了,007也就在也没有出现在白海的梦中 白海也下定决心向007表白,最终007同意了白海的表白,更是拍了婚纱照 第二队,陆宝依与莫难 为007闺蜜的陆宝依一直暗恋着同为闺蜜的莫难 可惜莫难亦可心全部寄托在007身上,并没有注意到苦苦等待而不去缩取的陆宝依 而莫难经常向陆宝依取经询问攻略007的方法 当莫难彻底放弃007的时候,才注意到一直等待着自己的陆宝依 最终莫难和陆宝依走到了一起 第三队,周新妍与陈墨 周新妍一直喜欢的是白海,如果没有007的出现,周新妍兴许会成为白海的另一半 可随着007的出现,周新妍逐渐失去了白海,因此周新妍将007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而身为白海助理的陈墨却一直为周新妍默陌付出 当周新妍算计007让007丢人现眼更是频繁出现危险的时候 白海却一直看在眼里,对007更是关爱有加 最终周新妍放弃了对白海的追求 选择接受了一直付出的陈墨 其实陆宝依和墨男以及周新妍和陈墨 只能说是因为得不到而选择了一直默默付出的那个人 至于007和白海,是与众不同的 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缘分了 毕竟梦中相遇大秀恩爱 现实中欢喜冤家终成眷侣 1001夜有两张熟悉的面孔 演女配角 演几部书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 邓伦炳贤主演的都市情感偶像剧 1001夜正在热播中 虽然该剧又是一部玛丽苏爱情剧 剧情毫无新鲜可言 但从目前的口碑来说 还是相当不错的 尤其是迪丽热巴在剧中的表现 可以说是让人刮目相看了 迪丽热巴作为剧中的女主角 利用自己清纯可爱活泼的形象将剧情演活了 就连很多人都觉得干瘪的台词 从迪丽热巴嘴里说出来 都增加了几分活跃感 但是 剧中除了迪丽热巴的精彩表现外 有两张熟悉的面孔 演女配角 也是实力超强 颜值简直爆表了 演技也丝毫不输迪丽热巴啊 他们给观众的感觉就是说太有潜力了 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迪丽热巴呢 剧中周心炎的扮演者是朱许丹 这个人设在剧中其实并不讨喜 他虽然是白海公司的市场总监 身上带着一股女强人的气场 做事雷厉风行 但是他为了得到白海的心 对007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 他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爱情 却对别人负责手段 朱许丹这个人应该观众们并不陌生 曾经在大康导演的屌丝男士三中 客串过内衣店女店员 当时经验出场也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5年 朱许丹青宫爱情剧《寂寞空庭春雨晚》中的公主端敏 在民国悬疑电视剧《主妇神摊》中饰演秋水一角 2016年 出演古装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旋女一角 还出演了网剧《画心师》和都市商战剧《谈判官》 而在今年 他不但在1001夜中有精彩表现 还在金庸木侠剧《倚天屠龙记》中扮演周芷若一角 剧中另外一位女配就是饰演陆宝妮的王瑞子了 剧中的陆宝妮是007的闺蜜 她简直就是个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大美女 刚进花家花艺的时候 追求者都要排队了 还经常发生被追求者骚扰的事情 可见这眼值简直高出一种境界啊 陆宝妮的性格因人而异 时而果敢 时而又呆萌可爱 虽然她因为喜欢莫男和007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摩擦 但相信他们一定能将这些误愧化为乌有的 王瑞子 虽然2013年都出道了 但对于很多观众来说 还是有点陌生感 不过她的演艺经验却是相当丰富的 她早在出道之时就出演了古装剧《魏子夫》中的王桑 虽然是一个不讨喜的角色 但她却把人物形象拿捏得恰到好处 除此之外 王瑞子还在陈延西版的《神雕侠侣》中饰演过胖妞一角 虽然这些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角色 但对于王瑞子来说 每一次出演都是一次惊艳的积累 王瑞子的《谦虚好学》让她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 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参演的角色和戏份都多了 她还先后在《生死翻盘》中饰演女一号安藤美慧 在《战昆仑》中饰演女一号维纯 2016年古装剧《孤芳不自赏》中也有她的精彩演出 《一千零一夜》中两位女配真的值得赞赏 她们都是凭借自己的努力与实力 被观众熟知和认可的 哪怕她们饰演的是毫不起眼的小角色 只有简短的排词和分分秒秒的出境机会 她们都是在认真对待 因为她们对时展的角色负责 对观众负责 所以真心希望她们能在未来的演绎道路上越走越远 能够为观众呈现更多优秀的作品